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昨天中國外交部的發言人趙立堅又在戰狼上身 他就嚴厲地警告五眼聯盟 說他們無論有五眼也好、十眼也好 只要是膽敢損害中國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就小心他們的眼睛被督瞞 他這些說法就相當具有創意了 起碼來說 沒有再使用以往的黨八股的詞彙 而是用上比較生動的罵人方式 亦是比起說 每次都罵人搬石頭、搭自己的腳比較新鮮 為何趙立堅會發貌地罵人呢 事源在前日 五眼聯盟的外長就香港的問題就發表了一篇聯合聲明 裡面就提到 說對於中國政府 褫奪四名民主派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是表達嚴重的關切 要求中國政府要重新審視這個決定 恢復受影響議員的資格 大家聽完以後就會發現 其實這篇五眼聯盟的聯合聲明 都只不過是例行公事 當香港發生了民主派總辭那麼大件事 他們怎麼都要作出一些表態 但是裡面 既沒有一些非常強硬的措持 也沒有預告說會採取什麼行動來回應 為什麼 仍然會激發起大陸 擺出一副強硬的姿態呢 在說之前 首先就要呼籲各位 記得 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我們看回 上個星期 中國外交部 就已經向 拜登 和賀錦麗 大陸稱之為的 哈利斯 表達了祝賀 到底現在是不是 大陸全副壓住在拜登身上 認為他肯定會成為下一任的美國總統 於是 現在就採取一些強硬的姿態 來給拜登一個下馬威 其實就很難 不讓人有一個這樣的聯想 因為如果大陸認為 特朗普是會連任美國總統的時候 他怎麼會特地說一些激烈的言辭 來刺激特朗普和蓬佩奧 他說五眼聯盟 小心眼睛被人督瞎 大家都知道 五眼聯盟 其實就是在特朗普的任期之內 重新得到重視 而且還發揮著一個積極的作用 這個作用很大程度上 就是要來針對中國 到底現在大陸 警告五眼聯盟 是否向拜登發出一個訊號 就是叫他不要再在五眼聯盟這個框架裏面 針對中國 更何況 特朗普和蓬佩奧 就非常強調印太戰略 甚至還想將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進一步早建成為亞洲版的北洋 從軍事上和政治上 來圍堵中國 如果大陸 他認為特朗普是會連任的時候 他還說這些說話 肯定會有反效果 甚至乎是加速了特朗普推動這些戰略 所以我就猜想 大陸就已經認為 拜登會贏出今屆的總統大選 於是他們才會說這些激烈的事 當然如果特朗普真的成功連任的時候 對於大陸來說 後果也是挺不堪設想的 好了 接著又再說一下 拜登陣營其實到現在 都未曾就香港的議題發聲 當然有些燈粉可以幫他辯護 就說 因為拜登都未曾正式就任總統 他怎會就香港的議題發聲 只不過 拜登 已經跟了日本首相菅義偉通電話 而且在那一趟的通話當中 還說明 這個釣魚台的安全問題 是要值得重視的 而且他還說 美日安保條約就適用於釣魚台 好了 他既然都未就任總統的時候 他自稱為這個總統當選人 就已經說到這麼具體了 喂 香港的議題又怎樣呢 是不是 他又沒有發聲 所以其實那些燈粉 都是沒有辦法自言其說 那他事實上就是沒有就香港的議題 或者是台灣的議題 表態 或者是發聲 沒有就是沒有 是不是 由此可見 如果是由拜登上台的話 香港問題分分鐘 在他的優先次序 就會排到很後都不定 好了 拜登就凹水暗春 但是蓬佩奧就繼續出聲 目前他正在展開 他的 訪勾和中東的行程 他前天去到法國訪問的時候 就會見了法國總統 馬克龍 和外交部長 勒德里安 他接受法國媒體訪問的時候 就討論到美國外交政策的走向 特別是針對中國的策略 佔了最大的篇幅 蓬佩奧就提到 說特朗普就任總統以來 他處理外交事務的方式 擺脫了過去 美國追求那種所謂老好人的好好先生框架 其實蓬佩奧這個說法就說得很好 因為過去那幾屆美國總統 尤其是就是克林頓和歐巴馬 他們就很喜歡發揮那種左翼的 語言藝術 將自己塑造成為一個老好人的形象 問題就是 全世界都是看你的實際效果是做得多少 你在這裏扮老好人 拿什麽諾貝爾和平獎 沒有用的 那些是虛咸 但是特朗普就是追求實務的 而且特朗普就不喜歡運用那些語言藝術 他在公開場合的時候說一些話 以往我都覺得 嘩什麼說得那麼難聽 是不是 有時候還會是不留情面 但是後來才逐漸發現 這些就是為之真性情 尤其是當一個人 做到這麽畏高權重的美國總統的時候 仍然是能夠堅持著那種坦白和直率 其實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老實說做到這樣的位置 扮下老好人有什麼所謂 扮下這個君子有什麼所謂 說完那些東西就言不由衷 到喉不到廢 以往克林頓和歐巴馬就是這樣 是不是表表者 問題就是特朗普是不會理會你這些東西的 說你這個主流媒體是fake news 說是假新聞 他就直接說了 用不著來轉彎抹角 這樣才是夠痛快 是不是 好 至於蓬佩奧還說到 說他不認為 西方的國家正在走向衰敗 反而他相信西方世界最終是會獲勝的 他就說 這個也是為何他們致力於對抗中共在全世界行動的原因 跟著這段就非常重要 蓬佩奧還說到 說特朗普在2015年第一次競選美國總統的時候 就已經察覺到中國的危險性 所以他們就花了些時間去建立一套結構性的策略 先就是要說服國內的企業 因為很多產業跟中國有著千絲萬縷的利益關係 然後他們就把目標投向外國 比如說展開美日印澳四方會談 或者嘗試跟歐洲去統一陣線等等 他就說 儘管在說服其他盟友的時候 短期內可能需要付出一些代價 但是在長期而言 如果美國和他的盟友是放棄的話 有一天他們就會發現 面對著中國政府 美國和歐洲不會再是夥伴 而是會淪為了中國的屬地 即是淪陷 蓬佩奧說以上的這番說話 其實無非就是想說服美國那些傳統的盟友 因為特朗普就非常堅持他那套美國優先的策略 故此就算在外交方面 他也是貫徹始終要美國優先 所以在過去那四年 美國和傳統盟友之間 難免就會承受著一定的陣痛 現在蓬佩奧其實就是想解釋 這個陣痛是短期的 但是利益是長期的 如果美國和歐洲 他們是不齊心不一致的話 就會被中國逐個擊破 蓬佩奧就繼續呼籲團結 說要對抗中國 至於五眼聯盟的另一個國家 澳洲方面又如何 澳洲總理莫里森 其實到目前為止 他也是非常堅持著那種對華強硬的策略 其實在五眼聯盟的國家當中 如果美國是對華最強硬的話 澳洲就肯定是排第二 大家看看 莫里森政府 他們怎樣來評價中國的人權狀況 或者怎樣在世衛大會上 堅持調查武廢的源頭 就已經知道了 趙立堅就警告五眼聯盟小心被睹猛 至於澳洲的媒體 也引述了 一份來自中國駐澳洲大使館的檔案 裏面列舉了十四項澳洲政府引起中國不滿的反中行為 莫里森作出了回應 他說澳洲是會維護著自身的利益 不會改變一貫政策 包括了要堅持新聞自由 民選議員能夠發表自己的想法 以及堅定不移地為人權問題發聲 他說如果這些就是 中澳兩國關係緊張的原因 沒辦法了 澳洲就是澳洲 澳洲絕對不會妥協 大家就會看到這位莫里森總理 其實也是站得很硬 如果是換轉一個澳洲工黨的總理的話 分分鐘 已經跪下了很久 尤其是在上星期 中國又再對澳洲進行經濟施壓 當時有個消息傳出 說大陸會暫停進口七種澳洲的產品 將會影響到澳洲各個產業 損失高達數十億的澳元 澳洲政府當時是怎樣回應呢 他就不是說要跪低 或者是要討好中國 反而他們就建議相關的企業 盡量來講在全球的其他市場 來開闢一條新的出路 可見現界的澳洲政府 其實是不打算屈服的 可能他們也是意會得到 一旦在經濟上 對某一個國家造成了嚴重的依賴的時候 很可能會被國家在經濟上支配 到時候他們想堅持什麼自主 什麼就住人權問題發聲 就更加艱難 所以 這些叫做長痛就不如短痛 與其依賴單一市場 不如開拓其他市場 這個其實也是解釋到當年 為什麼台灣的青年 或者當時的在野黨 他們這麼反對的所謂的服務 他們就是不想那個經濟 是受到中國的支配 一旦是被支配了的時候 那你就基本上很難走回頭 那當然澳洲人 究竟認不認同莫里森這一套策略 很快就會揭曉 因為澳洲即將都要舉行大選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 拜拜